夫妻之间,要做到绝对坦诚吗?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感情的世界里开始流行一个词,叫善意的谎言。 很多人觉得,我有我的苦衷,我有我的难处,我怕他不同意,我怕他和我争吵,甚至是我太爱他了,我害怕失去他,所以只能选择隐瞒,说了个善意的谎言。 谎言,又该怎么鉴定是善意还是恶意呢? 在我看来,除非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,夫妻中一方遭遇重大变故,害怕拖累另一方,害怕爱人和儿女因此砸锅卖铁,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而选择隐瞒,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为他好,这样的谎言才能称之为是善意。 可是普通人的一生之中,这样的几率又有多少呢?大多数的谎言,不过都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硬搬出来的借口罢了。 夫妻之间的坦诚,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事无巨细地告诉对方,但故意隐瞒,就是不信任,是婚姻里的大忌。 刘江的婚姻,就因夫妻间互相隐瞒走向终点。 刘江今年38岁,刚刚结束了一段为妻五年的婚姻。 五年前还是大龄盛男的刘江,在家人的催促以及亲戚的介绍下,认识了比自己小四岁的妻子海燕, 两人交往半年多以后就正式结为夫妻了,之所以交往半年就匆匆结婚,其实刘江是有私心的。 她想趁年龄还不是特别大,尽早娶妻生子,减轻未来的生活压力。 妻子海燕当时家里也催得急,加上两人外貌,各方面条件都还算登对,所以这婚结得很是顺利。 然而结婚这么多年,妻子的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起初,两人根本没往其他方向想,总觉得可能是缘分没到,等缘分到了,自然就有孩子了。 可颜丑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缘分总不能一直卡在路上不来吧。 为了保险起见,刘江独自一人偷偷去做了检查。 尽管他在内心一直祈祷,希望不是他的问题,但检查结果却像一道晴天霹雳,给了他沉重一击,他得了不遇症,而且无法治疗。 这样的结果放谁身上都很难接受,刘江也不例外。 他坐在医院的长廊上,纠结要不要把这个结果告诉妻子和家人。 如果告诉妻子,妻子有可能离自己而去。 不告诉他,又觉得耽误了人家,对不住他。 猛吸了两包烟以后,刘江还是决定先不告诉任何人,走一步算一步。 事实上,他也是这么做的。 这么多年,妻子无时无刻不再遭受街坊四邻的指质点点。 就连自己的母亲有时候也会寒沙摄影地说,不会下单的母鸡留着做什么。 窜多刘江早点和他离婚,另外再寻一门亲事。 妻子很是委屈,希望刘江能和他一起上医院检查检查,或许医生会有办法。 刘江心虚,自然不敢去。 每当妻子这么说的时候,他总是强装镇定,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。 谁爱去谁去,反正他不去。 妻子为了能顺利怀上孩子,辗转了很多医院,也尝试了各种奇葩的土偏方,吃了很多药,受了很多苦,依旧无济于事。 而刘江始终不肯配合去医院检查。 夫妻俩没少因此吵架,并且一次比一次吵得厉害,吵到最后两个人都经常借口加班。 尽量晚回家。 即便回了家,也是个玩个的手机,很少交流。 谁也不知道对方今天都吃了什么,做了什么,最近都见了什么人,发生了什么事。 甚至妻子因为受不了,不能生的指责,以及丈夫的长期冷漠,背着刘江偷偷有了婚外的感情,他也丝毫没有察觉。 直到突然有一天,妻子忽然兴高采烈地拿着体检单宣布他怀孕的消息,还向刘江邀功,老公我怀孕了,你要怎么信我? 刘江才明白,妻子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背叛了自己。 他很愤怒妻子的所作所为,随即把自己不遇的诊断报告丢给妻子,冷冷地说,送你一份不遇诊断和飞机票。 妻子不敢置信地看着报告单,等到缓过神来,他歇斯底里地指责刘江故意隐瞒病情,害他平白遭受诸多非议和痛苦,并因此做出背叛婚姻的行为。 刘江虽然心里知道自己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,但和妻子的背叛比起来,他觉得自己的错误并没有那么严重。 为了发泄心里的怨恨,第二天他又订了两张飞机票,带着妻子回到丈母娘家,把他不忠的事情闹得娘家人尽皆知。 海燕颜面尽失,同时,他也因为这么多年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,受了那么多委屈,对这段婚姻彻底失去信心。 就这样,两人在互相指责中结束了婚姻关系。 刘江和海燕的故事,着实令人唏嘘,其实,很多时候,婚姻里的不幸,往往都是由于夫妻双方不够坦诚而引发出来的一系列悲剧。 因此,每一个婚姻里的人都应该懂得坦诚是婚姻的基础的道理。 切记有所隐瞒。 一,隐瞒和欺骗就像种子,一次过后就会生根发芽。 都说,夫妻之间的相处,坦诚最为重要。 谁都不想每天和自己朝夕相对的枕边人,回到家面对自己时依然戴着谎言和伪善的面具生活。 然而,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难以启齿的时刻。 很多事情,又难过,又难说。 正如刘江所遭遇的事情,不遇是一个非常隐私的问题。 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,遇到这样的事情都很难令人接受,也不知该从何说起,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男性的尊严。 然而,难说并不代表可以不说。 隐瞒和欺骗就像种子,一次过后就会生根发芽。 倘若刘江在得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时,对妻子坦诚相告,妻子就不会遭受那么多的压力。 夫妻关系也不会日益紧张,婚外友情的事情或许也就不会发生,他们的婚姻有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局面。 丁克,领养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 而选择隐瞒,就注定了这段婚姻必然走向解体。 二,隐瞒和欺骗,是对伴侣最大的伤害。 抛开开篇提到的所谓的善意的谎言不说,生活中大多数人选择撒谎的动机无非两种,一个是可以从中获得好处,一种是可以逃避惩罚。 比如,你背着现任去见了前任,虽然你和前任只是喝喝茶,聊聊天,但为了不让现任多想,引起不必要的争吵,你还是选择了隐瞒。 扯一句话就可以避免一场争吵,这种行为看似是在保护彼此的和谐,但事实真的如此吗? 说一个谎言,就要用无数个谎言来圆谎。 而持续不断的撒谎,就会像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的那样,会产生多米诺效应,让生活陷入谎言的恶行循环里,直至失去控制。 刘江的婚姻,正是因为他的一次隐瞒,产生了后面一系列不可控的多米诺效应,最终以悲剧收场。 如果在他得知自己的真实情况后,能及时告知妻子,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彼此体面分手,而不是妻子婚外有情,自己头顶青青大草原,闹到鱼死网破的下场。 因此,在婚姻里我们一定要明白,坦诚相见有可能会不被理解,也有可能让我们失去挚爱,但谎言只会让我们失去更多。 被伤害的也不只是伴侣,还有我们自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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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